他来到这个世界,不普通通,离开这个世界,平平静静 他身高只有一米五四,却成了几百万人民解放军的排头兵 他的体重不足五十公斤,却像一块巨石,激起我们心灵身处浪花层层 他永远年轻,因为他有一张年轻的面膜 他的微笑永远留在千万人的心中 二十二岁是他永远的年龄 他的日记,人们越读越起劲 他的故事,人们越听越动情 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的英名 他的名字就叫雷锋 雷锋这两个字,在中国无人不想,无人不知 他的名字更是不断地出现在小学课本里 他身穿军装,头戴军帽的剪影 是陪伴那个时代的很多青少年成长的永恒偶像 为了纪念雷锋 我家把三月五日定为学雷锋纪念舞 到了这一天,随处可以看见青时代的活雷锋 雷锋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学习 从1961年开始 雷锋经常应邀去外地做报告 他出差的机会多了 被人民服务的机会就多了 人们流传的这样一句话 雷锋出差一千里 好事坐了一火车 在很多人心中都会问 雷锋一身工作了多少件好事 这个问题 我相信每个中国人都回答不出来 接下来我们一起静心 听听他生前的声音 和人民对我这样照顾 我对我这样关心 我等万分你感谢他 我后来把自己的心拿捞出来 现在洪水 在世界 没见到人民服务的财产安全 我这样想我的法力上 我都提出的事情 也都关了你 但是我要赞你去 我的人民 和人民 坚信 我自己一切 您给你礼物 我找我和人民 对我很大的原愿 我身高的非常常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